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 小时候总好奇这事 你说又不是黑人也能看出来 犹太人也是大鼻子深眼窝的 到底咋认出来的 你觉得是西方人鼻子大 人家自己可不认为 你看这是德国小孩上课 就被教犹太人鼻子啥样 这个是纳粹带假鼻子模仿犹太人 弄这么大 应该见过这种面具 灵感就是犹太人 还有这个反游的漫画 都是拿这鼻子入手的 这纳粹就觉得 说自家日耳曼人 那都是正常鼻子大小 那大肉鼻子才是犹太人 最典型的特征 哈 麻吉 不是吧 找着啥 爱因斯坦犹太人 都知道 好像是不小 弗洛伊德 也还行 横天之父冯卡门这是 也不小 被国内吹上天的犹太财法 雅各布 罗斯柴尔德 非常的大 这个是爱因斯坦和澳门海默 俩人都是犹太人 都很大 我突然想起扎克伯格 他也是犹太人 也是一样 这鼻子这行 相反你看这个是诺贝尔 瑞典人 纯日漫人 今天正常这样 鼻子很正常 这个德国皇帝威廉二世 宰相彼斯麦 你看他有点塌呢 再看普兰克 不学物理能当男模 学得成这样了 好了 我们来做个题 你看这都是重名物理学家 汤姆森 卢瑟夫 波尔 海森堡 能跳出来是犹太人吗 应该能猜出来 就是波尔 那万仨都是什么人 犹太人真的是有什么大鼻子基因吗 如果是有又是哪来的呢 我们再来看一组人 这个是萨拉姆 卡扎菲 鼻外酋长 阿拉法特 这个是伊拉科伊建筑大师 这波都是啥人呢 应该知道是吧 都是来自于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人 好了 犹太人阿拉伯人 不是水火不容的吗 那么咱还闹脸像呢 那我们就去这看看呗 哪儿呢 神秘的卑微三十度 老英相会告诉你 这有超自然的力量 震惊可怕的威胁之谜 书中的地理会告诉你 只要不好学习天都是威胁之谜 这叫复尔带高气压带 是典型的少雨干燥区 它这南边又是东北信封带 危惧的是中东这地方 东北边是亚洲内部 湿润气流同样很少 就导致着整个这一大片 除了历史上因为地球轨道 造成了部分湿润气 最起码从5300年前 它就彻底黄了 博士老子说过 获西福之所以嘛 气候干燥 阳光照射就多 阳光多 植物光和作用 就容易继续党分 你看新疆水果没有好 就是如此 问题是你光阳光 你没水干 那个球子来长不了 得 水来了 你看在这沙漠的尽头 终于到了热带的埃塞俄比亚高原 这是发言的尼罗河 是一路滚滚向北进入地中海 巨大的水量 使它即使穿越撒哈拉都不灭 形成了金针谷一样的尼罗河绿洲 就是现在的埃及核心区 和尼罗河正好相反 你看到这沙漠以北 也进入了湿润的西风带 从土耳其深地发言的 底格里斯河和 又发拉底河这两条河 是一路南下进入了波斯湾 也就是现在伊拉克 尼罗河两河这辆地方 以及中间的地中海 东岸非常狭窄的一片湿润地 就形成了一块弯弯的 像新月一样的绿色地带 我们就叫它新月沃土 舞台就这么搭建好了 你看阳光有了 水源有了 就像我们把狗一部草 培养成小米一样 在中东也有人叫做山羊草的作物 它这个种子 就则又被培养成了什么 小麦 而且在这种干燥的平原之上 只有大河周边 是比较适合居住的 这种不舒适的环境 就让这的居民 再也不能余裂山里 只能到河边抱团取暖 种田为生 反倒这种大河城邦文明开始出现 但问题是这些大河那个绳 它并不老实 它们在这个平原是动辄泛滥乱串 就是这城邦被淹 明儿那城邦受灾 老子又说过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如果我就这个时候 有一超强的大老城邦站出来说 我当了盟主 以后你们谁受了灾 我收集钱量集中力量办大事 等灾难来的时候 我运筹为我 这就是王国那出现了 你看这孟非斯城邦 统合了大部分的尼罗河流域 也就是著名的古埃及了 那两河流域 城邦阿卡德也统合了这 成为了一个古文明 不过好这阿卡德不太有名 是吧 因为它命不太好 没过多久 它就分裂成了南边的 巴比伦王国 和北边的亚述王国 古巴比伦王翻过了 哈摩拉比法典 很有名是吧 都唱出来了 至于亚述阿塞 好像没人听说过 其实希腊人就在地名 后面加阴性后度是伊亚 比如美索布达米亚 美索布达米亚 就是两河中间的意思 阿塞里亚 这就是大名兵的 叙利亚 当然 古鸭树的核心 其实如今伊拉克北部的古城 摩斯沃 我老爷还在这住 现在已经被ISIS搜成沃斯沃斯了 不过无论是这还是埃及 他们都是语言血统 非常类似的亲戚 你看长相 这是阿卡德国王的雕像 这个是埃及的法老阿肯纳顿 这都是典型的大鼻头中东性状 或许就是为了适应 肝道气候里面 用鼻腔去湿润空气 一方面呼吸的特征 不过两地的信仰 就非常有低于特色 这个埃及的信仰 是太阳神拉 然后自我安内之后 创造了肝道神舒 和诗问神泰弗努特 太舒服了 有了他们 还有了世界玩物 你看就和他们这种 阳光之下的尼罗和定期泛滥 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我说了地理是一切的根源 在伊拉克徐比亚那边 就继承了更古老的土著 苏美尔人的信仰 根据他们这个尼板史 是吉尔加美什的记载 里面说天上的主神叫做安努 非常不喜欢人类这个物种 所以他就找了一个大洪水 想灭于人类 有一个水神叫做NGA 他叫怜悯人 他就让一个叫做 乌塔纳匹特姆的哥们 带上了诸多物种的种子 搞了个大船逃生 最终研究了人类的活种 这个英雄吉尔加美什 为了让人类更幸福去永生 据说摘来的永生之草 却被一蛇给偷吃了 里面他就记载着吉尔加美什 睡了七天再也没能永生 没错 他们就会利用天上金木水火土 五颗行星 搞成一种七日祭祝法 进行相关的祭祀仪式 是不是稍稍熟了 好像跟我们现在有点关系 双方勿造 总之尼罗河 两河两地人民 本来是你说成本老子 我说肩膀头子 但是就在大约3600年前 一个联系他们 并改变世界的大事发生了 咱们说两河埃及中间 有这么一块前不着头 后不着垫的地方 就是新月那妖子这个地方 你说他不好吧 他比沙漠好不少 因为地中海那小风能让它绿点 旁边山地里 距离出一个小河叫约旦河 能让它补充点水源 那你说的好吧 地方太小了 你和埃及两河比 啥都不是 你就是一群一来客混不下去的 能跑着艰难求生 这地方正是如今的巴勒斯坦 黎巴嫩两个地区 也是属于国际新闻板块的 常驻嘉宾 其实就这么一小块钱的地方 咋也想不到 自己咋就彻彻底的 影响了全地球的人类文明 不过这古代 不知道什么巴勒斯坦 它叫做迦南 他们族群认同 它和两河非常类似 是一个2.0版本的吉尔加美食 同样是神搞了个大洪水淹人 只不过那个名字 长得乌塔纳匹子姆 变成了个大伙人叫诺亚 很有名 诺亚搞了个方舟 成了人类始祖 诺亚还有三个后代 一个叫陕 一个叫韩 一个叫亚佛 陕他们认为 自己和两河这边 都属于陕的后代 是东方人 认为埃及那边的人 都是韩的后代 前陕代韩 北方那些不明族群 那就是亚佛的后人 而加南的这些兄弟 他认为我和两河不一样 我是闪的一个分支 他的曾孙希伯的后人 所以又称叫希伯来人 他们传说 有这么一个 两河流域的老头 叫做亚伯兰 他曾经跑到了加南这边居住 问题你也知道 这地不好太干了 不久之后就发生了饥荒 导致亚伯兰只能就近 宾南大的埃及 反正这个大地方 比曹先生还厉害 混了一圈长了见识 所以等他回到加南之后 就号称说 我现在是大佬了 我现在是神的经纪人 大先知 我要统合你们 没想到他真就统合了 加南的诸部落 据说被神赐能叫做亚伯拉罕 就是所谓众国之父的意思 其实在这地方 还没河北省搭的 亚伯拉罕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叫以什玛丽 一个叫做伊萨 以什玛丽是他小老婆生的 据说被神封到了沙漠区居住 伊萨虽然小儿子 他是个嫡子 你看我们也总有这种矛盾 他就成为了后来 希伯来人的王 这伊萨有个儿子叫做雅各 据说非常强大 对神都不服 据说还跟大天使一段battle 被伺号叫做以色列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与神角力的意思 从此这个以色列 就成为了希伯来人的范称 你看熟悉的名字越来越多了 是吧 好玩的是 这亚伯拉罕那大儿子 就是那个去了沙漠 放洛特的以施瓦利 正是公认的阿拉伯人的先祖 如今的以色列人认同这说法 阿拉伯人他自己也认同 你就看跑过 拿着以色列的西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举个例子 阿拉伯语的三叫 Salas 巴叫Samani 西伯来语的三叫 Slos 巴叫Smoni 放在中国就是方言关系 你看他们这个语言的音系很有意思 你看这阿拉伯语 Shu Kedab B Kalab Lish Talik Koruk Kabab 阿拉伯人 大招呼 Salam 这耶路撒冷的Salam 就是来自于西伯来语的Salam 你看他们所有词 都是撒腹音中间 从和阿伊乌这样原音拼起来的 他们这撫音贼的播种 原音就那几个 文字都是奇葩的 撫音拼音系文字 啥意思呢 举个例子 比如书就这么写 这个就写成Kedop 比那Kalab 就写Kalab 原音都咱得写 等到埃及那个象形文字 他一开始也以为是表意为主的 花太阳就是太阳 花鸟就是鸟 花王八就是王八的 后来发现好多跟鸟落的啥没关系 也是一对撫音拼音符号 一破解 发现埃及人自称Kamata 美叫Nafala 日叫Kalawa 换叫德国特 原因是啥也不知道 现在英语里面 还是有古埃及的借词 比如沙漠Desert 纸Paper等等 也都是这样的一个造型 等到伊拉克那边这些古文名 巴比伦 巴贝罗 亚述 阿瑟 现在的伊拉克 Irak 阿拉伯 阿拉伯 都是这反应 总之吧 因为以色列人 东方陕 西方韩的理论 如今语言学上 就叫这一片黄地方的族群 叫什么呀 叫陕韩语系民族 这陕韩民族 最早的出色文明了 是吧 在以色列人的记载里面 自己赌商 还混得贼好 据说有一个叫做 约瑟尔的大神 还跑去埃及当了宰相呢 哈 埃及人找你以色列人当宰相 你以为法老是懂王吗 还真别说 就在埃及的历史上 3600年前 还有快到我们商朝的时候 埃及的亚洲移民 是迅速的 他说好多亚洲人跑到我们这来 大致就和以色列人说 什么亚伯拉罕 跑到埃及 混了一圈是吻合的 但是这之后 又发生了件可怕的事 就是移民多到了反客为主 他们直接反叛了埃及 把控了法老 建立了外来者的 喜克索斯王朝 你甭记这名哈 总之 如果以色列在埃及做了大官 什么约瑟尔路瑟尔的 那就是这个时候了 不过是葫芦五百年运吧 不到一百年 埃及南部的迪比斯 就向北击败了外族复国 开启了古埃及最后的新王国时期 这一家这群 以色列人可玩犊子咯 法老就表示 所有的西伯拉南英 都应该扔到尼罗河里弄死 埃及反而就是一条河 就这么一小孩 就被路过的埃及公主 我捡了起来 非常幸运 给他取名叫做摩西 摩西 你看这词还是那结构 什么意思呢 就是拉出来的意思 从河里拉出来 应该还让我们汉语好 什么摩西 咱叫江流儿 江流儿 这个摩西就在埃及公庆长大了 本来官运横通的 非常幸福 是因为看见这个埃及人 总是欧巴他的西伯拉同胞 就毅然和法老请求 你看我这身上是有使命的 能不能把我这个同胞 带回到老家 让他们生活去 别在这招你个影了 这后面就非常玄乎了 第一 法老不同意 然后 神就启示了摩西 惩罚了埃及 把十次大灾难 导致摩西带着众人 在旷野中回到老家 没想到 走了一半 迷路了 据说 摩西受了神的启示 分开红海通天 打道 宽幼 这些内容 都是对于以色列人 至高无上的经典 《出埃及记》 里面记载的 这本书和《创世记》 《利月记》 《申请记》 《民书记》 被称为摩西五经 都是以色列人的核心信仰 摩西也成为了 以色列人的精神领袖 摩西的话语体系里面 世界上只有一个真神 就是当年启示亚伯拉罕那个神 这个神的名叫耶和瓦和 反过说的没有原因 也搞不成到底教杂了 有时候叫耶和瓦和耶和华的 有时候叫亚和威和亚威的 同样教杂 反正天下就他一位 他们认为 他说这人这么苦 就是因为真神 在创造人类的时候 本来是想搞一个神功智障的 服务自己 就是十足亚当夏娃 结果这两位偷出了山恶果 成为了神功智能 除了不能长兵百岁 和神差不多了 到这儿 这神就认为 你们要作死 你和我的契约断了 我这么信任你 我们这个时机 就是神狭狂我们的监狱 那个大洪水 用来的就是水行 人类如果想得救 就得按照之前 诺亚伯拉罕 包括摩西斯基 这些经纪人 也就是先知 通过启示 建立的鱼票律法 但是也很多法非常奇怪 包括不吃蹄子 分开不反除了猪 不吃血 不吃金 不吃没有铃的鱼 还能慢慢重启 人和神的约 回到神的身边 其乐不求 这就是犹太教 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犹太教 不是以色列 犹太又是个啥玩意儿的 以色列人 其实一共有12个支派 分别叫流遍西面 立位与犹太 以色加西伯伦 约瑟 贝亚敏 就是摩西 就是立位支派的 所以你看在摩西五经里面 有个立位纪 结果出埃及之后 反正这支派自己打起来了 就分裂成了北方的十支 萨玛利亚 以及南方的两支 犹太和贝亚敏 我说了嘛 以色列这地方也不好 不仅是地方不好 地缘也不行 东边有亚索巴比伦 西边有埃及大佬 他唯一沿袭 自己生命的方式 就是在人中间 当着二道贩子 人家做生意 他们赚差价 自己资源匮乏 就开始搞借贷 在他们眼里 没什么亚索埃及 都不是真神选民 我们才是天选 不吃大名鱼 想还钱翻番吧你 这不招人恨吗 所以北边的十个派 不久之后 就被人亚述 叙利亚给平推了 至此 以色列就剩下南边的 犹太和贝亚敏 俩步了 十二个以色列生了俩 还啥以色列 犹太人 犹太教 这些名字就出来了 至于贝亚敏 什么都没听说过呢 换个说 你肯定是手 本亚敏 本杰明 知道这犹太怎么来了吗 那么还有个巴勒斯坦 这又是个啥玩意儿呢 我们终于要说一说 除了善和韩 善韩之后 那三地加佛的故事了 这韩意就是神圣和土地的意思 而隔壁的伊朗 它的名字叫Iran 还是亚利安这个词 希特勒 印度 伊朗 到底有啥关系吗 有啊 真是一家人 首先是印度和伊朗 这样的关系 印第一属数 Ekdu Din Cha Harpinch 波斯语 Ekdu Se Cha Harpinch 非常像吧 其实那所谓古印度文明 就是在如今巴基斯坦的印度河 对不在印度 最早在四千年前开始 隔壁伊朗的亚利安人 就开始大规模的入侵印度 这群他崇拜光明 崇拜密特拉 也有这种神体的符号 这个神体的符号 可能就是太阳光的崇拜 这群外来者 也成为了印度至今的 高种性的婆罗门 塔吉利的统治者 这也让那些古印度土著 只能作为低种性 以南方各邦 艰难生存 那么这印度和伊朗 神圣的亚利安人 又和希特勒有啥关系呢 还是看 这是伊朗的波斯语 妈 他就和mother father brother doctor同源 好家伙怎么这么远来同源 就在语言学上 英德法俄这片欧洲语言 和印度伊朗一起 通通都叫什么 印欧语系 印就是印度欧 就是欧洲 根据亚欧考古的坟中假说 他们全都是一个大约的六千年前 在亚欧内部草原上放羊的牧人 把能放羊地方都占了个遍 但是在科学上 和那沙漠里的兄弟 闪寒民族相比 亚佛的基因语言都差得很远 人家叫印欧语系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兴起 我们发现欧洲的大部分 从印度伊朗 还真的就是高频分布着 R这个单背群 真是同源的 而犹太人和阿拉伯人 即便罗斯柴尔德家族和阿拉伯王子 我们测了一下 都是陕寒人特有的这一单背群 我们前面说的这些 基本就都实锤了 关键是我爸和他二大爷都没来往了 你六千多年前的亲亲 你碰腿的啥呀 你希特勒非碰腿 伊朗的亚利亚人干啥呀 哎 你养出来这事 还真不一点关系都没有 又得和犹太人有关 我们就说这剩下两个部落的 以色列吧 那些人呢 有着相应不适 天灾就得圣殿 坐坐礼拜 没人跑到上路方方高利贷 结果呢 北边的几个把亚树得对了 他们呢 又把人巴比伦给得对了 然后一顿爆锤 圣殿锤烂了 钱也赔没了 导致以色列是恨透了巴比伦同胞 那么传说啊 巴比伦人想修建一个巴别塔 想对抗神 神大怒 就让这群人呢 说了不一样的语言 互相对抗 再也不能集中这样办大事 然后就把独子了 残生梦想还成真了 巴比伦人还真就被语言完全不一样 亚利安人给灭了 一个放羊娃居鲁士 在如今的伊朗 建立了庞大的波斯帝国 彻底占染了两河流域 最后杀布莎了 干掉巴比伦之后 顺带放了以色列人 我天这群带路党 让他们直接解决了古埃及的性命 哦 啥古埃及顾巴比伦顾印度啊 全被人亚利安人一勺会了 闪寒民族陷入了大绝望 不过很快 波斯人就要拿自己的同胞开刀了 因为再往西 就是欧洲的希腊 波斯域里面所在之地就叫做斯坦 中亚的那些各种斯坦 就是这么来的 英语的斯坦的 拉丁语的斯泰的都和这个同源 我说他们都是印欧人嘛 问这个巴勒斯坦也是这么回事吗 还真不是 以色列人自己的历史里面 曾经浓墨重彩地记载了一群叫做菲利士人 菲利斯丁 跨越地中海而来 入侵到了他们海岸线和埃及的要道 占领了一个叫做加沙的据点 这团最近耳熟吧 对 这就是加沙地带 传说里 这个菲利士人就是派出了巨人哥利亚所向无敌 最后却被天才大卫给击败 这个人就是后来以色列的圣主大卫王 大部分学者认为 菲利士人就是来自于希腊的印欧人 当年希腾文白的犹太人 就说他们身材矮小 没有欧洲人高大 所以巨人哥利亚 而这个菲利士 这菲利斯丁就是如今巴勒斯坦的外文名 和伊朗那些斯坦是没啥关系的 不过这菲利士人不是被击贷了吗 怎么还叫他们说巴勒斯坦呢 哼 就这只是一个前奏 印欧人整体开挂的时代终于来了 我们懂什么亚非欧亚非欧 你知道这东西是怎么来的吗 其实就在这些以色列的隔壁 黎巴嫩 是吧 前面提过 也居住了一波闪人 他们叫做菲尼基人 他们地方和以色列差不多 全国一堆大山 就大树多 你看黎巴嫩这个国旗 这叫黎巴嫩雪松他们的特产 那你要说地板上呢 以色列后来挨着埃及 他哪都不挨着 没想到啊 他们就靠着这个雪松 修建了巨大的大船 渺小的遥远的大海 他们靠着航海 在海岸线建立了一票据点 比如北非的加太基 西班牙的伊比利亚 和以色列比 那可是混得太好了 因为做生意呢 菲尼基人呢 改变了一批迦南地的埃及文字 也是一个简化碗的福音拼音 前面提过 比如这个叫Alif 表示侯爷 这个叫beth表示宝 这个叫gimel表示g 这个叫dance表示d 这个叫kapp表示k 又是熟了吧 没错 这菲尼基人做生意的时候 北边大陆的希腊人还很落后 他们这个书写体系 就是改造了一下 这个菲尼基人的字母 变成那个 使得阿尔华贝套嘎玛德 这种玩意儿 然后用这些 来拼自己的印欧系语言 后来呢 希腊隔壁更落后的 意大利拉丁人 又把这个改成了 ABCD阿巴斯德是吧 印欧人都能用这字母 以色列同胞和希伯来人 更别说了 接下来他们这字母 它也叫Alef Ba'gimeldat 阿勒伯字母呢 它也叫Alef Ba'gimeldat 就是写的连着点 都是一个东西 菲尼基人把自己的文字 变成了世界字母 也正是因为菲尼基人的航海 他们形成了一套 非常神奇的世界观 带着一个大海 也就是地中海 东方的大陆 被描述成了亚西亚 太阳升起的地方 西北方的大陆呢 被说成了欧罗巴 太阳下落的地方 大海南边的大陆呢 叫做利比亚 也叫做阿非利加 也就是所谓的非洲 其实放中国呢 就是山东山西河南河北 什么亚非欧的 这词挺西方中心论的 说这么多什么意思 总之这波斯人 暴垂各个民族 陕韩民族里面 就剩下这个北非的 菲尼基人的 迦太基 也没被收拾 然后呢 就是这儿的希腊人 波斯人远亲 也没被他打 成为了这文明世界 最后的两股力量 至此 一个非常有名的 西波战争打响了 什么马达松 什么斯巴达三百勇士 希腊的抗波斯战争 终于胜利了 甚至希腊人 后来还出了个亚历山大 他反退了波斯 占了埃及 不过呢 希腊人这个政权 昙花一现 他们呢 是个海洋商业民族 爱内斗 爱护斯的毛贝 都改不了 就在我们的春秋时期 顶子乘的希腊 是死了一百来年 反倒让隔壁ABCD的 意大利拉丁人 罗马城邦 趁势崛起 这个罗马城邦 不得了 全打加太级 脚踏希腊小东西 印马 叙利亚 等到直升班乌大维的时候 又彻底占领了老埃及 罗马人 彻底建立了一个 史无前例的 欧亚非 地中海帝国 这个就是以色列隔壁 约旦的佩特拉古城 你看 满满的希腊罗马风味 就是罗马时期的产物 例如这个时候的 以色列就很尴尬了 他们一方面成了罗马的附庸 但是罗马人 像希腊那些 没羞没臊的神 根本不是他这一套 所以以色列的内部 就出现了原教旨的法利萨一派 说就是要遵行摩西他们的启示 还有一波 那是亲欧洲的萨杜布盖一派 除他们之外 还有这么一派 最有创造性 他们觉得犹太人太苦了 你们搞那些法条 完全没有让真神注意到我们 他们期盼一个更高级的先知 带神去拯救众人的救世主 叫做弥赛亚 去解决苦难 耶稣 可能就是身受这个派别影响的犹太人 他的思想简单点说 那就是 你们这些犹太祭司天天搞什么法条 就是不让吃猪肉 名上要割肉的 你以为你就动神了吗 于是我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你把握不住 我来帮你把握吧 我才是那个救世主 我就是神的意志 你们相信我就得救了 你说你搞这个 那犹太人同胞咋看你 罗马人咋看你 那就被定死了呗 当然据说又复活了 耶稣的教派 现在早期在以色列北部的拿撒勒活动 所以叫拿撒勒犹太教 他的门徒 比如彼得约翰 还有一个后来追随的 精通希腊语的大神保罗 开始努力的在文化中心 哪儿啊 希腊和埃及 传播耶稣的思想 希腊语这边 救世主被翻译成Christos 也就是基督了 耶稣诞生之前 就叫做Before Christ 也就是所谓的BC 主前 公元前 耶稣诞生之后 就是所谓的公元 如今2021 就是他的2021诞辰 不过怎么影响到我们中国来了 基督教人们 犹太教的那个约 是属于之前上帝启示的旧约 有点老了 耶稣是以神派肉身之死 和人类建立了新约 相信他的福音 你就会得救 十字架一个刑具 反倒成了基督教的图腾 基督教的教义 就注定了他的未来绝不一般 你看 佛教里传播最广的 就是一个叫做净土宗的派别 他怎有特点 你肯定听说过 就是天天讲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按啥呀 阿弥陀佛 他就开心 开心了 你就往生 这门槛多第一 所以从宋朝之后 直接成为了佛教第一派 包括日本最大派的净土真宗 问题是 你西游记一派唐朝的玄奘这种高僧 一口一个阿弥陀佛就不好了 顺便说下 阿弥陀佛的范语是阿弥陀佛 阿就是印尔欧语的否定前转 比如那个爱德姆原子 就是来对希腊语 痛不可再分的意思 我之前说过 那个弥陀是测量 和那个 meter measure 都同源的 那个 是光 希腊语的光pose 就和这同源 英语的photo也是这个 阿弥陀佛 什么意思 不可测量的光 你看唐僧咋翻译的 无量光 好 那说回基督教 你这修炼方式 那就是净土宗啊 你尤博他都不传播 你信就行了 有个太叫复杂的摩西五经 那些启示 诗篇 就被称为旧约圣经 而耶稣使徒这些福音书 书信 就被称为新约圣经 很薄 基督教很快就在埃及和希腊 扎下了根 这可都是罗马的领土 罗马皇帝这个恨呐 我才是神呐 你是个啥呀 你信信维纳斯 纳艾斯特不香吗 所以在欧洲 基督教长期都是属于非法化的 至于那犹太人 那就更烦了 罗马上不管你犹太人 咋看基督 反正都是你们 你万恶之源 再加上犹太人用放贷 造反无数 终于在公元一百年 犹太人那里的老家 被彻底剿灭 耶路撒冷 谁冷 和平之称 完全不和平 他们的第二圣剑被拆毁 就剩下了那么一段断臂残忍 也就是如今以色列的哭墙 为了断根 曾经的罗马犹太形成 也被改名成了那个 入侵加沙地带的非理士 菲利斯泰 也就是巴勒斯坦 至此 犹太人是彻底背景的一乡 流浪到了世界各地 不吃猪肇 不吃血 不吃劲 自己有自己的发条 高小团体 继续做生意放贷 反正都挺格鲁 也都挺招而凡 没想到 犹太人更招而凡的日子到来了 因为罗马人 竟然他娘子信了基督教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于到了最后一部分了 进入到了公元三世纪 我们是东汉末年分三国 北方是最强大的曹魏 不过曹魏从曹丕曹职之争 就有强烈不信任自家人的传统 以至于被外境人司马家作权 太司马了 因为司马家的晋朝最后一统天下 很多人知道是吧 那可是一个父慈子孝 一家人合伙造的反 这太热爱家人们老铁们了 给天下是封了一票司马的王 这个王那个王的 甚至什么和奸王 宝丁王 卖火上的 结果最后闹起来了 司马家互相看不顺眼 互相打的惨 你像天下这么多诸侯都能不打吗 是吧 过去春秋战国 齐王之万 这都弄了个霸王之万 这人脑也打上了狗脑袋 导致司马温混战的过程中 不吸引入大量的男匈奴 鲜卑 枪人的这些雇佣兵 谁成想就拉开了后来五胡乱华的序幕 晋朝立国仅仅37年 就被外族赶到了东吴的椅子上 而在北方来自大西安岭的游武民族鲜卑人 取得了胜利 控制了整个北方 这个汉人政权就只能偏安东南 成为了和他对峙的南北朝 这儒家那些修身齐家之国平田下的东西 再也不能给天天打仗的下层 互相仇杀的上层有那么一点儿安全感 此生是了无希望 那还能咋样 所以西方的佛教迅速在中国扩散了 北朝是前有云岗石窟 后有龙门石窟 南朝484 那是多少楼台烟雨中 非常非常对称巧合的是 在西方庞大的罗马也一分为三 号称叫三世纪危机就是三国的时候 后来又被东方的凶人入侵 这个日乐通是外族入侵 然后同样又招了一群北方最落后的外族 印欧的同胞日耳曼人当雇佣军去御敌 导致这个罗马的中间力量 就已经被大量的外族给渗透了 从上到下的战乱 不安全感 每个人都体会到了犹太人的这个罪啊绝望啊 而犹太教的那个2.0版本基督教 我说了嘛 他更易于传播跟那敬普通似的 只要念 只要信就行了 尤其是靠着那种耶稣死都不怕 你们怕什么这种民不为死 自在和以死去之的这种理念传播到了每一个角落 这人们啊是越发寄希望于来世的天国啊 认可自己就是个人间的囚徒 这救赎啊约啊成为了一个个认了主的福音 带领他们脱离苦海 远离他们认为的末世审判的法宝 最终一个非常有名的皇帝 君士坦丁大帝一直米兰赤令 基督教终于合法化了 后来的迪奥多西皇帝又是一直赤令 让基督教成为了国教 没多久奥林匹克农会这个东西 就被看作是异教的东西取消了 欧洲的基督教化还让大卫保罗比特套 本年名埃萨克 也就是亚伯拉罕那小儿子伊萨 那就是牛顿的名字 埃萨克牛顿嘛 这片犹太人的名字 粉刀成为了欧洲人的常用名 你看还是这个结构啊 罗马教会就在一个很有名的会议 叫做尼西亚大公会议上 确定了真神大道耶稣 也就是所谓的圣父圣灵圣子啊 三位一体制 耶稣呢被彻彻底弄成了神格啊 神子 问题是呢 犹太人觉得他就是一大骗子 你什么神子啊 你真神怎么样 我们才是有最终起而全吧 但是我们的圣经啊 罗马教会 批明文不灵 不信救世主 自以为是还放贷 早就是神的妻子了 等着去地狱要钱吧 就在这么一个当口 因欧人里面最落后的欧洲北方的日耳曼人 啊彻底灭亡了西罗马 罗马就剩下半壁江山了 这群边缘的蛮族对基督教的狂热 比这罗马的拉丁人更甚啊 正像当年蒙古人崛起之后呢 就把曾经的这个长生天腾和里信仰 改成了藏传佛教一样啊 宗教啊是落后族群 对这个所谓的先进族群最有利的一个武器了 是打破文化代叉的这么一个撒手锏 至此啊 西欧啊 被这个教会领主掌握的中世纪彻底开始了 而就在我们东方 我们北方也兴起了这么一个蛮族强权 什么呢 就是来自于蒙古北部山地啊 贝加尔湖那边冰天雪地里的突厥人啊 你看这个是如今蒙俄中交界的图瓦人啊 就是这种古老突厥人 大脸盘子啊挺东方的 我们说了嘛 当时我们北方的霸主是鲜卑人的 大西安那边来的 突厥人曾经多年被他们奴役啊 是他们的这个奴隶 我们呢一般叫他们赤乐或者铁乐啊 和那个突厥是一个词根 都是这个特厥 赤乐川阴身下天山山野茫茫嘛 突厥上广泛就在我们北方的草原 在这鲜卑人手上还当小弟 这鲜卑人也非常有意思 他一方面呢有一部分是汉化 建立这个我们的北朝是吧 而留在草原奉阳那些鲜卑呢 就建立了一个游牧的柔然韩国啊 就是花木兰大的那个 你看花木兰北魏人是鲜卑人 柔然人也是鲜卑人 鲜卑人和鲜卑人自己打起来 你看所谓的民族相同 但生产官也不同 他就会打起来 不过这个柔然人啊非常狡猾 非常善于玩这种远交进攻啊 他不仅联合这个南朝人去打北朝 在自己这边呢 还联合了一些突厥人里的二乌仔啊 那些叛变的去攻击其他的突厥人 这个二乌仔里面最出色的 就是突厥人最西边的一个部落 叫做阿史纳部啊 他那个老大叫做阿史纳土门 能多次帮助这个柔然评判啊 打自己的突厥兄弟们 就在一次大战胜利的击败了一群突厥的 这个回虎部的人之后 就希望和这个柔然可汗阿纳归和亲啊 说能不能把你家那大脸盘的公主嫁给我 妈的可汗一看 哇去你这个打铁的小弟三姓的家奴 你好意思去我们家大脸盘子 这阿史纳土门一堵之下 妈给你脸不兜了是吧 留下了亲弟弟阿史纳试点蜜看家 一路推到了大西安岭啊 把这柔然韩国给灭掉了 控制着整个北方草原号称叫伊利可汗 建立了突厥韩国 他那看家的弟弟阿史纳试点蜜一看 我去哥你不地道啊 我帮你稳固后方 你要我何时当什么伊利可汗 我来个猛牛可汗都帮不上 那也不行啊 一路是下我另辟其境 你往东打我就不能往西打吗 没想到这一路啊 是一路向西征服了大量中亚的亚利安人啊 把这个突厥韩国的领土直接推到了黑海边 到欧洲了和东罗马接壤了 是不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么一个突厥的故事 好像后来听这个蒙古和他有点像啊 嘿 就是这么一个本来可以让后来蒙古历史 提前五百多年的突厥韩国 却非常的声不逢使 为什么呀 他碰到了大一统的隋唐帝国 比如隋唐的一个长孙氏贵族啊 长孙无忌和他爹长孙盛开始了 就是对这个突厥人是连忽悠在打啊 这把突厥韩国给祸害的呀 让他们自己打起来了 我们给人一勺会了 然后纷纷臣服李家这个天可汗 唐朝也因此缔造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内亚本土 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国际范儿的时代 东方是这大一统的隋唐盛世 欧洲却是分裂的中世纪 不过他们的坏命还不止于此 因为就在这个时候 中东沙漠里面那群犹太人的同胞 什么呀 那个以时马力的后代阿拉伯人竟然开启了一次 闪韩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个时候的中东什么样呢 你看情况是这样的 你看我们一开始提的这个埃及以色列叙利亚这边 是希腊化的东国马的领土 而这个两河流域这边呢是伊朗的波斯人的领土啊 都是印欧人了是吧 已经把这个新欧欧土给一勺会了全给占了啊 这时候埃及巴比伦一样的土著闪韩人独立的血脉 只留下了沙漠里面那群放骆驼没人管的阿拉伯人 反正也没人要去大沙漠啊 阿拉伯兄弟的这个信仰非常古老 他是有这种万物有那泛神的味道啊 你信仰我信马他信骆驼的啊 而且都是这个绿洲游牧部落是互不同属的 不过也有这种不放羊放骆驼的啊 就在阿拉伯半岛的南部啊 就是最靠近非洲的这个地方 这块呢有一块少有的湿润地叫做福帝阿拉伯 因为是靠近热带阳光很充足 这生产的两种非常好玩的香料作物叫乳香和墨药啊 无论对于波斯和罗马 他都是上层贵族很喜欢的一种奢侈品 于是啊就这么一群阿拉伯人 就在这个福帝阿拉伯到罗马和波斯这个商路之上 建立了这么一片的城邦 什么卖家啊卖地纳等等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 阿拉伯城邦卖家的贵族 穆罕默德在犹豫这个大地方耶路撒冷之后 那就跟他去了曹县似的 建设了大市面了 哎那个犹太要基督叫他不得了啊 啊这就后来阿拉伯人的记载了 说穆罕默德这一圈回来之后受到了大启示啊 阿拉伯人的犯神论是不可取的 只有一个真神啊 就是人家这个犹太教基督教那个真神 真主 亚伯拉罕摩西耶稣那都是先知 那我也是 但是这些大先知们的启示啊 都被人为一定的篡改了 我穆罕默德是真神拨乱反正的先知 是封印的大先知 他说我即将带给这个世界啊 最官方最权威的启示啊 权威发布 Islam 伊斯兰这个词呢 是神语的斯勒姆啊 什么说跟他们打招呼 Salam Salam一样啊 顺从和平的意思 说嘛这神语是辅音指向语啊 那个原因呢随便换一下 他意思都差不多啊 我这Islam Muslim都是如此啊 不过这和平呢是不知道 顺从的是真的 半岛上一盘散沙的阿拉伯人 成为了信仰Islam的Muslim 团结在了以使者 穆罕默德为中心 以四代最高统治者 哈里发的努力之下啊 催谷拉笑的拿下了东罗马 东边的大部分领土 那些叙利亚 埃及 加泰伊等等 尤其是以色列的这个圣城 伊路撒冷 全都进入了阿拉伯帝国的手中 这一趟所有的人也都变成了 信仰伊斯兰要的阿拉伯人 而在他们的体系里面呢 这亚伯拉罕成了伊布拉辛 伊什玛利成了伊斯玛伊 大魏成了达伍德 所罗曼恩成了苏莱曼 约瑟夫成了玉族谱尤瑟夫 而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波斯 信仰光明神的伊拉 那群所谓伟大的亚利安人 也彻底的被伊斯兰教征服 善人终于完成了对印欧人的大反攻 好玩的是 基督教 犹太教 这么两个同样源自犹太教的宗教 是纷纷成为了欧洲人和阿拉伯人的法宝 也形成了他们最深最深的对立 而中间这祖宗的犹太样的 除了散布各地的犹太人 好像基本就销声匿迹了 其实还真没 这突厥韩国虽然玩完了 那突厥人还在呀 这不又一群在亚欧交界黑海一带的突厥残部 可萨部建立了一个韩国叫做可萨韩国 当时欧洲人和阿拉伯人不合 就想拉中间这群突厥人加入自己 你就说帮帮我忙是不是 谁正想这回突厥人算是学经了 当时隋唐就这么把我忽悠瘸道 再也不跟你们混了 我不我就是不信谁也不信 你们不是又信什么伊斯兰又信基督吗 我找给你俩都烦的我信犹太教咯 就这么一来 和萨韩国成了历史上唯一一个真正意义的犹太教韩国 连大韩都叫了约瑟夫可韩 你看你觉得一神教就跟那种饭圈似的 搞抱团搞学头人同搞护司 搞护法搞护法的是吧 实际的内核里面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 甚至如今的犹太人里面 很多都是来自德俄罗斯的 这种欧洲东部地区的居多往前追溯 不少都是这群信了犹太教的可撒突厥人 反而这个纯粹的犹太人血统 不少都是在巴勒斯坦经内 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的新阿拉伯人 甚至有人说后来那巴以冲突 都是一群精神以色列人去打真正的以色列人 突厥人学的聪明了 他们那春天终于就到来了 突厥人继承了墨北游牧民的战斗力 也继承了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 曾经唐阿拉伯两个帝国是被他左右开刀 你看这唐朝先是被突厥伊朗挥袖 安禄山干残 晚唐又陷入到了突厥杀头人的五代乱世 彻底的肢解掉灭亡掉了 而西班阿拉伯帝国呢 因为内部各大派系的斗争最后衰落下去 而导致西图语的塞尔柱部 直接南下攻入了巴格达 自称苏丹就是总督的意思 控制了伊斯兰的首脑 哈里伐上成为这个吉祥物 阿拉伯是一片庞大的阿拉伯帝国 这个时候呢 穷出蛋的欧洲那些基督教领主 深赶圣地被异教攻占 还爆发了著名的十字军东征 结果没把塞尔柱打大眼 反倒顺便把东罗马兄弟抢了一番 突厥人那是真厉害啊 即便后来出现了开挂的蒙古人 这名西征的墨北雄鹰 也最后全都被同化成了突厥语 突厥 这群本来来自于我们北方的黄种人 信仰着腾格里长生天的黄种人 却变成了亚利安人 阿拉伯人 希腊人的样子 信仰着阿拉斯拉姆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群被贩卖到埃及的突厥奴隶 却建立了埃及的突厥王朝 著名的马姆路克王朝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一群在东罗马故地的突厥军阀 也攻入了古都 君士坦丁堡 也就是拜占庭 建立了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我前面说的两河埃及希腊 西方几乎所有的文明之源 全部都成为了突厥人的囊中职务 而就在我们东方和突厥老家不远的 同样来自于塞北的剑州女真 在明末乱世入关 也占领了东方的这个世界的文明之源 也让我们这个东方帝国大清的领土是空前扩大 奥斯曼帝国大清一息一动两大帝国 让欧洲人的生存空间是越发狭小 蒙古人西征导致的鼠疫 也让天主教廷的权威是日渐崩塌 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新航路开辟 尤其是伟大的工业革命 欧洲一天改命的时代道 自古擅长海洋殖民的英法 是沿着海岸线一路平推 而同样自认东中瓦的继承者 实际上满脑子蒙古人突厥人 我记得俄罗斯在大陆上是一路平推 可怜奥斯曼可怜我大清 是硬生的被这一南一北 夹成了秘制小汉毛 成了西亚病夫和东亚病夫 欧洲的崛起也让继承在欧洲各国的犹太人 是大发横财 欧洲民众的经济思维 哪比得上他们这群的千年苦难中的家学 是吧 苍脸食之笔 你富了就重视教育 是吧 犹太人是能人背出 什么巴尔年的拉费 罗斯塞尔德家的酒庄 而就在我们大陆之外 欧洲人殖民的新大陆 美洲相对宽松的宗教环境 又彻底成为了犹太人的伊甸园 他们从炒棉花炒茶叶等这些期货开始 迅速缔造了新大陆的银行业 这时候德国还是格林童话 遍地王子公主 实际上一堆碎国兜 存在下杀儿子那种存在 最终在非常边缘的德意志邦国 普普世的努力之下 德意志人终于统一了自己的国家 成为了后起之秀 像什么西门子奔驰 他们把握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电气内燃剂革命的先机 这下德国人肯定看英法阁不顺眼 是吧 凭什么你们先来的 你们就厉害了 就想干他们一炮 问题是他拿了个意大利炮帮忙 真拿他当古老马了 没多久意大利就把队友给卖了 没办法那德国就只能拉上了狗言惨喘的奥斯曼 毕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 然后输的就甭提多惨了 土耳其在中东的领土全丢 要不是出了大神凯木尔 估计现在都没有这么一个国家了 阿拉伯人也重新的解放了出来 沙漠里的酋长就投向了英国 英国人又成为了阿拉伯地区的太上皇 德国一战战败了 就被法国王斯利坏 当年打仗的时候 犹太人就没少发国难财 他们没有什么民族主义 实际上说了一旦开战 做呆路党也是常有的事儿 德国民众的犹太人的憎恨 也达到了顶峰 把他们撑了 以其他民族血肉和劳动力为时的寄生虫 想起当年他们在埃及也是这么玩的吧 其实啊早在一战之前 犹太人就受到了欧洲民族主义的影响 产生到了回到巴勒斯坦 重建以色列国的这个复国运动 也叫西安运动 当然英国说那地儿有点乱 但是现在是我的势力范围是吧 要不我给你在这个马坎达 不是那个给你在乌干达找个地方吧 非洲啊 想想给人犹太人从非洲去 犹太人一口茶过了个铁 说我要是不喂当地狮子吃了 也得被这些土著马菜人给吃了啊 我们就要回巴勒斯坦 就想回耶路撒冷 然后呢就跑到巴勒斯坦 和这阿拉伯人买地 亚洲有钱呢 最后给这阿拉伯人买鸡啊 妈你人模狗样的 你什么同胞啊 再说了你连耶稣都不认 你甭说我们家木乘人了 你算什么呀 然后就和他们打起来 这犹太人很无奈啊 那我到底去哪啊 反正我们继生嘛 有出埃及嘛 有选择的移民到了 正在开发的中国东北 当时这个哈尔滨的犹太距地 就越来越多 你能看到哈尔滨很多老老 都是犹太人建的 在这种内外双重的压力之下 这个希特勒极端的民族主义的纳粹党 那向着犹太人开刀 就成为了必然啊 你且不说什么信仰问题的这种冲突了啊 你就说当年雍正为了打罗伯藏丹精 就朝着曹海云他全家一样 要想打仗 这些富商就是天然的存钱怪啊 最终法西斯挑起的二战开始 犹太人就被大量的屠杀掉啊 在希特勒看来啊 送走犹太人可以 问题怎么送走都行吧 而且呢啊 你送巴勒斯坦不合适 阿拉伯地区早晚也是我的囊中之物 不如送到这个西伯利亚和北极熊玩一玩吧 或者弄到马达加斯加和胡猴做的伴也不错吧 当时都已经着手把他们往马达加斯加送了啊 结果这个法国的秋天虽然来的很快 很快就投降了FALL了 但是苏联的秋天却异常的漫长 关键是德国又一次拉上了意大利当队友 身体弊性的证明了吃一百兜不先兴 德国又输了 二战德国犹太人的灾难 二战美国犹太人的发大财 都让犹太复国运动 成为了一个顺水推舟的事儿 到了1947年 联合国提出了著名的181号决议 把巴勒斯坦分割成为了犹太人的以色列国 以及阿拉伯人的军区区 你看这个是投票赞成和投票反对的啊 就这个中东哥们的集体反对 咱俩得过欧美强国闻呢 是吧 所以最后当然就是通过了 这个巴勒斯坦地区的海岸线和南部荒漠 都给了犹太人 让他们在旷野中和海岸上愉快生活 东边这个约旦河西岸的绿洲区 以及和这个埃及接上的加沙地带 前面提了好几次了 以及北边和黎巴嫩接上的拿塞勒地区 这可是当前耶稣活动最多的地方啊 那都是阿拉伯区 唯一比较特殊的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地方 是吧 他作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家公认的圣地啊 是联合国托管 谁也不能要 犹太人那兴高采烈地搬过去了啊 大卫王的六芒星图腾成为了以色列国的国旗 而对于阿拉伯人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伊巴勒国祖宗是一百八二代的老家 突然来一群外国人 拿出了一本三千多年前的古书 说哎 这上车记载的啊 这自古以来就是我家 现在我要拿走了 你忘记谁也受不了啊 所以以色列阿拉伯人那都做好了干章的觉悟了 打呗 哎 阿拉伯国家和他们有领土纠纷的约旦 埃及比巴嫩的是首当其冲 叙利亚伊拉克也是摇旗呐喊的啊 早今天打来打去 领土变纲呢也不是很大 直到1964年 当年这阿拉伯人啊想在以色列少有的这个水源 约旦河的上游修个水库给他截留他 以色列一弄之下拿个飞机给他炸了 想截我河是吧 你不知道水是最重要的吗 阿拉伯人大怒啊 疯狂袭击 最终以色列人在1967年的6月 发动了阿拉伯人口中的6月战争 但是以色列人呢和他叫6日战争 为啥呢 因为在6月份进行打了6天 包括耶路撒冷 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全境 就兜成了以色列的领土 除此之外 摩西迷路的荒原 那个埃及的西奈半岛 中央的交通要道 以及叙利亚的格兰高地 全都被以色列拿下了 在这再打可能中东都成犹太人的地方了 这种埃及以让渡利益 承认以色列国的代价 才由联合国调停拿回了西奈半岛 法老又一次被摩西搞了 以色列呢 从此就把首都从特拉维夫 迁到了耶路撒冷 联合国呢也是严厉指责 他也白指责 不过呢现在国际上除了美国 也少有敢把那大使馆搞到耶路撒冷去的 到了1988年 约旦和西岸三部的阿拉伯人 加上这个加沙地带的阿拉伯人 两边是分着的 一同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巴勒斯坦国 到了1994年 成立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著名的阿拉伯特就是这个机构的创始人 以色列是完全不承认这个巴勒斯坦国存在的 但是迫于压力也在加沙地带撤了军 移交给了这个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这样一来呢 加沙地带这个摩西出埃及的要道 这个戈利亚大卫的港口 这个三州的大交界 成为了巴以冲突最大的导火索 也有了持续到今天的武力冲突 当然这后面的一切都源于这个亚非欧交界的关爱 这个沟通地中海和红海 沟通欧亚沟通大西洋印度洋的枢纽 也源于一个新大陆的海洋大国和旧大陆的陆地大国 在斗争中的重要砝码 哎呀时间回到三千多年前 沙漠绿洲里的犹太阿拉伯兄弟 或许早上还在用slum呼到彼此的安好 到了晚上就会因为家产的争夺闹得一地鸡毛 他们也终于明白什么旧约新约 在利益的面前同文同种能成为我的好兄弟前方大陆一起走 在利益的面前同文同种就容易成为你售啥 丑你咋地 或许早在两千年前处在四战之地的以色列人 就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在大国博弈面前以区区之地的自己 即便再努力再从影结局 也只不过是巴比伦的囚徒是枯墙面前的罪欲罚 这个目前世界最大宗教的缔造者 或许也早就发现与其气球真神的宽恕 不如自己成为那个无处不在操控一切的真神 信仰相同一样的使命耐不行 如果一个国家里有不少血缘不同的民族 那我就鼓刀你们争取独立 以至于世界上最大的联邦崩了 呀血缘相同 那你们就是信仰不同嘛 于是小小的半岛是风云变幻 古老的南亚大陆上 两家人比着谁腿踢得更高 反正你们这片古老的大陆 总会有利益冲突 你这片巨大的大陆 是总会有着各种不同 不过就在这片古老的大陆的东方 总有人名记着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永远想着是用连绵的丝绸之路 去维系全人类的命运 但是对于大洋彼岸的某个天堂 它可不管你大地洪水滔天 就怕你搞出一个什么巴别塔 只要你们各而各的才会记住我的爱 忘记在巴别塔的上面 除了那个伊甸园 还有那么一个大鼻子的创造者 在等着做中国的王